李克强今天在北京举行了告别式 民众夹道送别 通通自发性的来到现场 但是今天北京高度的戒备 甚至封锁了所有进京的高速公路 防止任何要假借悼念之名的反动势力的集结 今天开始 侍从带我们从风声鹤唳的北京城来看起 对 我们先看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是什么 民众自动自发呢 在八宝山附近呢 这个算是送别李克强的这个画面 那因为李克强的遗体呢 在今天早上十点的时候呢 进行到八宝山进行所谓的火化的这个程序 那上例来说的话 就按照他们中国的所谓的国籍的这个领导人的这个规范 来来进行一个办理的这个状况 那包括说天安门啊 很多地方呢都是降下半旗 那你可以看到其实很多民众都要自动自发的 跟这个李克强道别 但是呢 因为你就聚集在一起 就没想到呢 就是公安啊 武警啊 就说你们不要在这个地方啊 你们不要在那边聚集的一个状况 那事实上北京呢 是肃杀气氛 为什么这样说呢 事实上很多地方都有所谓的调念 这个李克强的花树花栏等等 那花树花栏来说的话 你只要里面的自然比较敏感的 他就把它抽走 为什么他防什么集体的这个所谓情绪 会刺激到这样一个状况 那甚至在很多这个 你看这是合肥红星路 李克强他家附近来说话 很多人调念李克强 他说哎你们不要再聚集了 赶快回家赶快回家的一个状况 好那事实上北京在这几天的时候 譬如说在今天 因为这个要遗体火化 所以你看他在特定路头的时候 进行所谓的交通管制 你看这个11点 11月2号禁止在什么 长安街啦 然后地铁路啦 然后南河延大街啦 然后正义路啦等等 很多地方都不能 而且还有禁止很多地方的这个 这个譬如说长南街啦 北长街啦 天子 南辞职大街 等等一大堆 都进行一个管制的这个状况 那为什么管制呢 因为大家都怕说 在这个地方聚集起来一个状况 好那除了在这些地方 进行所谓交通管制之外 那地铁 你看这是北京地铁 北京地铁呢 这个八宝山这一站呢 就变成是没有出来 为什么 就不停的一个状况 因为怕说 哎如果这个地铁停在这个地方 会有很多人聚集的这个状况 那甚至呢 在外送平台呢 我们到外送平台来说的话 这个散送这个平台里面来说话 很多 我们到辞职人 刚好是送花兰花圈的 这个最 调念他的好时间 他说你不能够送哦 如果有送的话 比如在特殊的敏感时机 送到特殊的地点的时候 你一定要跟我们讲 到底是送到哪里去 所以现在中共官方的 最大容许值是什么 你直接就在安徽合肥 你要在那边送花 也就在那个地方 我北京天子脚架 绝对不容 一小撮人 你一小撮 我都不准你们聚集 对好 那除了在这个北京 这么防范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我们到最近来 刚好是冬天 那冬天 北京进入冬天 冬天来说 他们雾霾很大 他就跟你说 从10月30号到这个 这个我们知道 就是今天 11月2号的24点 他们就说 启动了空气重度污染的 这个橙色预警的一个状况 他说你做好相关的这个防范啊 他觉得好 这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实时的地点 实行的时间是10月30号 到今天11月2号晚上结束 那就是跟李克强的这个 桑里的这个状况 火化这个 好像完全重合在一起的状况嘛 好 那很多北京人就觉得奇怪 什么奇怪 这几天的确是雾霾很严重 可是呢 10月30号 10月29号那天雾霾更严重啊 可是10月29号那天雾霾更严重啊 北京还举办了一个 北京马拉松 有三万人来入跑 他觉得奇怪了 那一天的雾霾 都比现在还要严重 那一天不封 现在才要封 所以很多人就知道说 那这个北京嘛 你懂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我们看到 这是马路上的交通的 风控的维稳 马路如此 网路封得更严啊 对 没错 我们要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因为我们知道 今天的这个李克强商礼嘛 那一定是很多人 会这个在网路上发这个帖子 所以你看 事实上第一名叫做 天安门下半旗的调念李克强同志 这没有错 这一定是很多人阅读 阅读来大概5亿多左右 但是呢 你要说呢 我想要什么 比如说我想要悼念他 很多字都发不出去 比如说悼念李克强 或者那些比较敏感的字眼 完全都不行 那甚至还有什么 线花的这个帖子 也传不出去的一个状况 那同时之间呢 你要评论什么 什么洪心路80号 因为洪心路80号 就是他家那附近嘛 你不能够讲 不能够写这几个字 我在改 改也不能够发 那包括说如意胡 你也不能够发 这都是李克强以前工作 或是住过的地方 都不能够发 完全发不到这个新的这个消息 所以要网路上 大家也不让你畅所欲言的一个状况 十年的总理李克强 被形容是最弱势的总理 一个最弱势的总理 他卸任了七个月之后 连死因都这么疑云重重 到底整个维稳 到底整个压抑 到底整个低调跟控制 背后在怕什么呢 对 没错 实际上我们必须讲 这个李克强 他的死因当然是沉迷 那网路上就有很多人呢 我就说呢 在发一些所谓很奇怪的文章 或是在瞎编一些文章 譬如说我们以这个人 这个人来说 他在惊悚李克强 蔡奇 李尚武还有秦刚 他们要把 他们把他连结起来 这个可以完全解释 所谓为什么李克强会过世 然后他们就说 他们在发动一场政变 那就是说这个 所谓政变假说论 好 然后我们就讲 因为这个其实是编转的故事 但是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编 第一个他说 李克强呢 因为他要下台 他下台的时候 他就说 我二次大来 我全身而退 但是我有两个条件 我必须要李尚福呢 来担任国防部长 然后秦刚来担任外交部长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 他们过去在巡视的时候 就把这两个埋成暗装 未来我要发动 相关的政变 扳倒习近平的两个暗装 好 那开始来说 那怎么发生呢 主要原因就是说呢 有一个叫做中国大使馆的这个官员 他叫这个驻美大使馆 叫孙姓的这个情报人员 他发现了这个李玉超 就以前火箭军的头子 李玉超的儿子泄密 好 那泄密的时候呢 他准备了要跟秦刚报告 那跟秦刚报告 秦刚也准备要跟习近平报告 那个时候秦刚是驻美大使 对 他说这个事情很大条 他一定要跟他讲嘛 就李玉超知道这件事 就是说他就跟这个傅小天 那傅小天就是传言中 秦刚的女朋友嘛 他就跟傅小天一起压 这个把这个秦刚说 你不要说 所以秦刚就没有跟他讲 没有跟习近平讲 好 那事实上 那这个孙姓情报人员 就改跟国务院报告 那国务院的时候 当时的李克强就知道了 那李克强就知道了 这件事情之后呢 他就开始说要挟这个秦刚 就说你啊 这个你要给我这个 这个支持我 不然的话我就把这件事 跟你跟人家讲 手上我有你的辫子啊 对 那同时之间跟谁 跟李玉超讲 李玉超说我有你的这个资料 我说你要你效忠于我 那效忠于我的话 我未来如果担任领导投资的时候 我可以让你进这个中央的这个军委 所以演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一次收拢了外交系统 一次收拢了军事系统 对 好那 那为什么李玉超 李玉超收编了之后 李玉超 因为李玉超大部分的这个汇款呢 其实是汇到这个李尚福这个地方去 所以李克强又跟李尚福说 那李尚福就说 好啊 OK我也可以加入你的阵营 因为他也很怕说 如果真的发动台海战争的时候 他会被美军斩首吧 所以他说好那他也加入这样一个状况 那加入这个状况的时候 后来李尚福呢 他们就说这个没有办法 这一定要有蔡奇的帮忙 蔡奇是谁 因为蔡奇是目前的中共中央的这个办公室主任 他掌握整个京城里面最重要的一些武装部队 所以他说一定要蔡奇 他们就说蔡奇很迷信 所以他们用所谓的推背图的第46项 第46项我们不是讲过吗 就是有一个什么长工人 工的话就是工长长 就是所谓的这个李克强的强制嘛 对不对 然后他就说还需要谁的帮忙 还需要这个李尚福的帮忙 李尚福就是那一把军刀 然后还有一个白头翁 白头翁就是你蔡奇 蔡奇这个是习近平最最忠心耿耿的心腹 他都可以搬出推背图去策反他 对 所以你看 事实来说的话 你看秦刚也收容 李玉超也收容 李尚福也收容 然后蔡奇也收容 但没想到就刚好是这样 因为后来这个秦刚不是回到中国吗 他先关了呀 对 继任就变成是驻美大使 变成是谢峰 那谢峰的话 这个所谓的孙性情报 一直觉得我不是报告 为什么都没有这个没有消息 他又跟谢峰报告 谢峰呢就赶快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跟王毅报告 跟王毅报告之后 王毅就跟习近平说 所以自此破了整个局 破了整个局之后 当然啦 李克强就难辞其咎 这就是整个所谓的政变的意义 但是我就讲 这其实是一个奇闻 我们讲的是奇闻共欣赏的奇闻 事实上呢 李克强有没有这个能耐 我觉得李克强是没有这个能耐 但是呢 李克强想不想这样 当然他心里或许想 可是他无奈是最弱势的一个总理 所以我才说嘛 这个他的过世来说的话 掀起了这么多故事 但是这篇文章终究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 好 事实上跟我们看到了 这一篇的政变关系图 当然是网路上杜撰的 但是言之有理 再加上刚刚开场跟大家讲到的 就算媒体人据名说 李克强今天怎么会没命 他是被毒杀的 整个 不就都起来了吗 其实我们这个在历史上 有个真的有点像 因为我先跟大家讲 那个说推背图46项里面呢 他自己会讲什么 友谊军人身带宫 东边门里扶金剑 勇士后门入地宫 哇 这不就跟历史上有名的 玄武门之变 非常的像吗 为什么呢 因为当年是这样的 当年呢 唐朝开国的时候呢 他的皇帝叫唐高祖李渊 那李渊呢 他是这个样子的 李渊呢 他呢 这个当时有两个非常优秀的儿子 一个叫做太子李建成 一个呢 就是我们所熟知的 李世民唐太宗 那我们都知道李世民非常能跟 这个能征善战 非常会打仗 但是李建成呢 他毕竟是嫡长子 而且这两个人都是 窦皇后所生 那窦皇后呢 这是嫡长子啊 所以当时呢 所谓军中就分成两挂 一挂呢 就是以李建成为主的太子党 拉拢的是什么 是他们的四弟 一样是窦皇后所生的嫡出四弟 叫李元吉 齐王 那当时呢 李世民叫做秦王 这个秦王啊 功高啊 但是是会正主啊 但是老爸还没死 当然是不能换啊 这里面就发生一个有趣的地方 刚才我们讲到毒杀的问题吗 李建成有一次呢 就约了李世民说 弟弟 来来来来 因为他们兄弟以前一起打天下嘛 所以常常跟他聚在一起 晚上他在喝酒 李建成呢 就找李世民去他的太子宫中 东宫中喝酒 喝着喝着喝着 突然李世民心血上涌 呕了好几身啊 哇 李世民吓到之后 啊 惨了 哥哥要对我动手了 敢不成要毒杀我吗 好险这个时候 他们一起喝酒的 还有一个叫李神通 李神通是谁呢 李神通就是他们的堂哥啊 也是呢 堂高祖的大哥的小孩 那呢 李神通就赶快就服了 他这个秦王李世民呢 就赶快出宫 这事情当时惊动了堂高祖啊 他说 哇 他就下令做一件事情 他说什么呢 以后呢 弟弟身体不好 不要再来你这边喝酒了 这就是本来就这样化解 但是大家知道 杀心一起则杀意就不止了 所以呢 这就跟我们刚才讲到 有没有 这个所谓的习下礼上的故事 不就开始了吗 这个时候呢 李建成厉害了 他这个时候东宫卫士呢 有2300人 然后呢 再加上他的这个 所谓的盟友齐王李元吉 有700人 那这样加起来是不是3000人呢 可是呢 李世民呢 他手下秦王府有多少 秦王府只有800人 本来这是一场怎样 无法抗衡的游戏 但是关键就来了 为什么刚才讲到那个故事 网友会联想说 我一定要收买蔡奇 因为大家知道 当时大唐的后宫 是长这个样子的 如果我今天要进到后宫呢 一般呢 如果这皇子 他要从这个玄武门进去 谁 谁是雇 替天子雇这个玄武门的 谁就是重点 对吧 李世民真是厉害 他就想尽办法 就把长河呢 给收买了 而且把长河给收买之后 就准备动手起誓 那这时候李世民呢 他虽然人只有800人 比不上呢 这边太子加秦王联军的3000人 可是呢 他手下呢 各个皆是猛将 比如说最有名的是谁呢 长孙无忌 哎呀 这个如果你有看过 这个唐朝的一些午茶小说 或者这些戏曲 就会知道这个人的名字 还有两个非常有名的 我们看一下 这两个谁 门神啊 谁啊 魏池公 还有秦琼 当时呢 他就命令这些人呢 就埋伏在玄武门 然后因为长河已经变成他的人了 所以就埋在侧边 这个就造成历史上 非常有名的玄武门之变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 为什么大家会这样联想 你看这推背图里面 又有毒酒杀 又有射弓箭 对吧 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玄武门 如果蔡琼当时是真的 假设这个事是真的 当然这是奇坦 如果真的帮了所谓的李克强 有没有袭下礼上 搞不好这历史故事 在这恭敬的深处 就会重演啊 这只能够的银行 是中文的 才会重演啊 不过就会重演啊 就是在深处 现在这位创造成了